欢迎大家来到这个session 我是黄黎一来自USOVALENT 然后今天由我和李博康分享一下关于CLEM的一些东西 由我主要分享一下CLEM的一些相关基础知识 然后由博康给大家分享一下在阿里云上的一些时间 然后这个是今天的agenda 我会先简单介绍一下CLEM是什么 然后我们会浅浅的从network policy的角度 在SCK上的角度来了解一下CLEM的一些feature 然后博康给大家分享关于阿里云上的实践 再由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如果你在阿里云上用一个完整版的CLEM会得到什么 然后再由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新的1.16 release上 有一些什么比较重要的feature 最后是Q&A 首先CLEM是一个 Kubernetes CNI插件 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用户了 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大家 有多少是CLEM的用户已经在用CLEM了 能举一下手我先了解一下吗 哦 不是很多 比我想的要少一些 OK 其实CLEM在那个Kubernetes的环境下 提供了网络安全和可观测 现在也开始慢慢扩展一些service mesh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大多数的云的厂商 你都可以找到 你都可以使用CLEM 然后还有些很多各行各业的一些用户 在使用CLEM作为他们的Kubernetes CNI插件 然后其实在大多数云厂商 和大多数Kubernetes的distribution下面 你都可以使用到CLEM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CLEM其实用了一个Linux的技术叫EBPF 可能你会问什么是EBPF 其实EBPF这个技术 很像JavaScript之于浏览器 EBPF就是在一个 是一个技术可以让你编写一段你的代码 在内核中运行 就像右面图画的这样 就是当一个进程在执行某个Syscall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段代码想运行 可以对它进行一定的操作 你可以对它进行统计 或者你可以某种情况下block某种Syscall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Kubernetes的这个Network Policy 这是我要从这分享 然后来看一下CLEM到底做了什么 然后大家可能会知道 Pod在相同Kubernetes的环境下 是可以自由的聘通任何一个Pod的 如果你想限制Pod之间的流量 你可能就需要用一个Network Policy 然后在ACK环境下 其实启用这个Network Policy很简单 你只需要像最下面那样勾选 说我要用Network Policy 但是我们想更细部看一下 这个Network Policy到底是什么 其实Network Policy 在Kubernetes的环境下 很多时候是在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的一个Pod A 是否能和Pod B互通呢 下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Network Policy 其实就是它的用途是说 我把这个Network Policy 下发给一个Nginx的Pod 然后只允许一个叫Curl的Application 可以访问这个Nginx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给用户的实际的界面 但实际上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 然后仔细看的话 这是另外一个CNI插件实现的 这个Network Policy 它其实是通过 插入了一个IPtable的规则 来实现了Network Policy 但是你会发现 它并不是说那么的直观 它没有说像我想象 最开始想象的那样 说某个IP地址 应该到另外一个IP地址 被block掉 你可以看到这儿 这儿有一个他们 就是自己的chain 然后后面它没有一个drop 它是一个set了一个mark 而且这个地方 它还用了一个match set 其实你就会发现 这个你如果去理解 这个Network Policy 背后生成的这条逻辑 是稍微有些麻烦的 而且你会发现 在我一个看的环境下 我只有两个pod 我的在主机层面的IPtable的规则 已经有300多条了 而且这个时候 你很难很难 非常直接的追踪 这些Network 就是这些规则 我当流量不太能运行的时候 我这些规则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你要在这几百条的IPtable规则下 开始一点一点的查询 还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当我们说这个流量被丢掉了 被我们的IPtable的规则丢掉了 你怎么能知道它被丢掉了呢 你可能就需要别的工具 来把这个丢掉的流量 log到一个文件上面 好 与此同时 这个IPtable的查询 大家知道这是线性的 然后它是一个 ON的时间复杂组的查询 我们看一下 对于SELIM 同样是右面的这个Network Policy SELIM到底意味着大家实现了什么 从左边可以看到 我运行的一条命令叫 SELIM BPF Policy Get 这个2572是有关于一个Npoint的概念 我们先可以跳过去 简单的说 就是我想看到Nginx 这个Pod上实现有什么样的Policy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更加的直观 然后如果大家仔细看是第三条 这个地方会说我的入方向 再允许一个Application 叫Curl来允许我的访问 这样来对比刚才那个IPtable规则 你会发现它直观了很多 然后与此同时在下面 如果你再仔细看的话 在最下面一条会有一个叫Policy 大概我这个字有点小 大概是D9的 换句话说 SELIM又给了你一个工具 在这个地方叫SELIM Monitor 然后它在观测这个2572 你可以看到当有数据被 数据包被Drop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SELIM的观测工具 来告诉你 这有一个数据包被D9掉了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 像原来IPtable规则那种方式 来log到一个文件来看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是那个查询的复杂度也会很低 然后这是一个简单的Network Policy 其实在SELIM里面 还有一个SELIM自己的 叫SELIM Network Policy 这个东西我们等会再说 然后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观测方式 就是SELIM工具 我想在这里面稍微展开一下 这个SELIM的观测工具 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场景 的确已经很好 我们可以用这个SELIM Monitor 来观测到这个流量 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一遍 更好一些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有一个工具来看到 整一个集群的流量 因为这种情况 SELIM Monitor 你还是需要跑进入到 这个SELIM相关的Pod里面 去运行这个 然后你还要去搞清楚 这个2572对应的Pod是什么 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工具 可以说看到整个集群的流量 或者是甚至是多集群的流量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工具 可以把这些log全都 送到一个SELIM里面 然后设置一些规则 我们更多 能不能说 既然我们SELIM可以观测到这些流量 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些流量 自动生成一些Network Policy 这样的话避免了你更多的熟悉 答案其实是非常肯定的 这个就是Hubble 这是一个Hubble的整体架构图 我们可以看到 Hubble的逻辑非常简单 是说每一个SELIM Agent 获得了一些流量数据 然后它有一个组件叫Hubble 然后通过Hubble Relay 可以获得所有整个集群的流量 然后你可以通过Hubble CLI 或者Hubble UI的方式 来观测到这些流量 然后与此同时 Hubble还给了一些Metrics 你可以通过你的Promises 或Graphana 来抓取到这些流量 得到一些可视化的消息 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的那个场景 这是字体可能有点小 但这个是刚才的那个场景下 我用Hubble工具观测到的结果 我做同样的观测 这个时候我只需要运行Hubble Observe 然后这个地方 我用IP地址可以表明 与此同时 这个地方不只可以用IP 你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过滤 你可以用IP地址 Pod的名字 Namespace 甚至七层的一些 FQDN之类的 或者说你还可以说 我只想观测被Drop的流量 我也可以在这里面可以观测到 这个是Hubble UI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通过一个UI的形式 来观测到这些流量 与此同时Hubble UI 还给了你一个选项 叫Service Map 这样的话你可以得到整个集群中 你的流量的规则是什么 你看这张图里面就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应该是Curl2在尝试访问Nginx 最后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你可以通过Hubble的Matrix工具 把这些流量通过Granfana 这是Granfana的方式显示出来 你可以了解到你的集群中的流量的目的是哪里 然后他们有多少BDrop的 然后他们的HTTP的一些响应是什么 对这个就是基础的Cellum的一些介绍 我们请博康来分享一下 他在阿里云上的一些实践 OK谢谢李 我是李博康来自阿里云 阿里巴巴的话 它拥有亚太最大的一个市场份额 然后基础设施呢 分付在了30个可用区内 然后89可用区上面 在阿里云上的话 我们提供了两种网络插件 一个是ACK的Flyno 还有一个是Turway Turway是我们自研的开源的网络插件 Flyno的话 它使用了VPC的Looter的能力 来做网络的联通 Turway的话是使用了ECS的弹性网卡 然后弹性网卡具备了更多灵活和丰富的一些网络功能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在网络性能方面的话 Turway的网络模式下 我们使用了EVPF的技术 来加速容器网络 相比于就是普通的网络方案的话 它带来了一个更低的延迟 更高的吞吐 那么在规模方面的话 默认的ACKFlyno的基础的话 只有200个节点 最大只有1000个节点 那在Turway的模式下 默认的是5000节点的规模 最大能到15000节点 那在其他的网络功能上面的话 Turway还有很多细节的方面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开源的那个社区和阿里云的官网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那么通过不同网络模式下的一个性能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网络模式下的这个性能还是有不少差异的 那左边的话是一个TCPR的一个测试 那Flyno的VXLAN的表现就会比较差 颜值会比较高 那这个原因还是在于Flyno的话 它使用了VXLAN模式 它会有一个风暴 那我们可以看出风暴 其实对网络这个整体是有个影响的嘛 那右边的话 我们其实是测试了QPS 我们对比了主机网络 Flyno VPC的模式 和Turway的直连EI的模式 还有以及Turway的普通的Vspair的那种网络模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host网络 它的性能其实不是最好的 那Turway的独占的EI网卡的那种模式 它的性能是最佳的 那这种原因是因为这个流量 它其实没有容器内流量出节点的时候 并没有经过主机 也没有Netfilter和一些CT的干扰 由此我们其实可以得出 如果说你的流量 如果是没有了风暴 那么它性能会好 然后如果你在你的数据包出节点的时候 它经过内核路径越短 它的性能也会更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Turway的普通的Vspair模式下 它的网络数据链路的情况 那么我们有一个POD 那你的POD的流量 如果需要出节点的话 它首先是需要经过 自己Namespace下的那个Vis网卡 然后把流量转发到节点的Vis网卡上 那这张网卡的流量并不能直接出节点 它如果要出去的话 还要通过Netfilter这个系统和路由系统 然后将流量转发到 这个真正的ETH1这样网卡上才能出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 Netfilter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里面有很多很多hawk点 我们的IPTables IPVS这些规则 其实都会在这后点上进行一个生效 那我们也可以想象 只要这个地方的规则越多 我们所带来的网络开销就会越高嘛 那其实在内核里面 它其实提供了很多网络虚拟化的功能 像IPVLAN的这种设备 就可以直接在容器内 直接在容器内做到 把流量转发到节点外面去 而绕过节点 但是呢 这种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默认的那个service功能 它其实是由CoolProxy去提供的嘛 那CoolProxy它是通过这个Netfilter这个系统 来支持这个Net的那个行为的 那当我们就是把这个流量呢 绕过了这个节点以后 那我们它就没有办法生效了 这功能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优雅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EVPF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它是内核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块嘛 那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编程能力 它可以在不修改内核代码的情况下 然后做很多内核上的逻辑的操作 那如果我们将EVPF和IPVLAN这个模式 结合起来又会怎么样呢 那像我们在我们支持早期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Clim是一个最早支持这个EVPF 是通过EVPF实现的一个网络插件 它可以支持这些Service的一些Net功能 然后呢所以我们基于这个Clim的话 对它进行了一个改造和整合 将它集成到了我们的ACK上和我们网络插件一起共同工作起来 那么在在阿里云上的话 我们主要使用了哪些功能呢 就是一个是Cruple Policy Replacement 我们在容器内挂载了这个EVPF的程序 然后接管了Service的所有功能 我们支持Network Policy功能 KBIS的标准Network Policy Clim的ClassWide的Network Policy 这个你可以通过ACK的这个配置 直接配置下去 支持代官管理 你如果是在高内核版本下的话 我们可以限制你的初方向流量 这个是通过ET这个技术来做的 ET的话带来的开销会比普通的Token Market会更低 我们可以在ACK的基因上去开启Harbor 你可以参考下面那些去开启 直接就具备了之前讲到的那些可观测的一些能力 这是阿里云现在开箱技用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具体是怎么把Clim和ACK进行整合呢 我们使用了CNI training的一个技术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CNI的调用的话 它是具备链式调用的一个能力的 我们将特位和Clim两个插件 结合在一起 在CI调用的时候 依次串行的调用 那特位会连接到自己的特位Demon的上面进行一个通信 然后Clim会连接到Clim的Agent上进行一个通信 那两个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事情 那特位部分的话 主要是承担了和阿里云相关的一些对接的一些工作 像IPAM 弹性网卡的管理 固定IP 路由配置这些事情 然后Clim的话 它会承担EPF的管理 Service的能力 Net policy这个功能 但是呢IP预带和EBPF这模式呢 也有一些限制 正是因为它的流量不会经过节点 这也是导致它一些问题 那我们如果说想要再把流量经过节点 比如说像Node Local DNS这种流量 我们是需要到节点上去转发的嘛 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些额外的转发规则来做这个事情 那有一些监控的组件 它可能依赖于节点上的Vist那个网卡来做流量的采集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监控组件就需要额外的去适配我们这样的网络模式 另外的话是联通性方面的话 在IPVLAN这个模式下的话 Node Pod有可能是不能访问联通的 另外在性能方面的话 如果说在一个节点上 两个Pod之间进行互相通信的时候 这个流量有可能会绕到VPC里面去 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个额外的性能开销 下降还是很明显的 那么为了优化IPVLAN模式下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提供了Datapath V2的这样一个数据路径 用来代替IPVLAN和EVPF的数据路径 这个模式呢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兼容性 那这条我们可以看到右边图上的话 这个容器的链路的话和普通的Vist的链路是非常相似的 只是呢我们在上面增加了两个EVPF的程序 这两个程序是挂载在节点的网卡上的 一个是在那个ETH1上 一个是在节点侧的Vist网卡上 那我们这个地方利用了 利用了BPF的两个helper 从Pod到外面的流量 会使用BPFLudecter Neighbor这个方法来做转发出去 回来的流量要进入容器内部 是通过BPFLudecter Pier这个方法 从弹性网卡上直接转发到容器内部 那么这两个方法帮助了我们直接就绕过Netfilter这个系统 避免了这个开销 那DataPath V2的话最终还是解决了我们这个IPVLens下 之前遇到那些功能的限制嘛 它的流量现在在节点上是可以被观测到的 然后Pod到Pod它之间的那些通信的话 就不可能再绕行到VPC上去了 那像NodePod访问联通信的问题在这边也是迎刃而解了 我们就是为了增加这个兼容性 那在性能测试方面的话 左边的话是DataPath V2的 左边是一个TCPR的一个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DataPath V2和IPVLens的性能是非常接近的 在右边的TCP Stream的测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host为基准的话 IPVLens和DataPath V2的性能和host是非常接近的 IPVLens的话甚至会好于host的网络的部分 那相比于传统的网络模式 它的性能是远远超过的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在IPVLens的模式下 Pod到Pod的性能还是最佳的 那DataPath V2呢它带来了就是更好的一个兼容性 它的性能远远高于普通的Vist的模式 然后非常接近于IPVLens这个性能 所以我们替换掉IPVLens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的话 DataPath V2的性能可能还会比IPVLens更好 这因测试场景而异 就在这个月初的话 我和Clim做的case study的话 已经在CNCF上面发布了 您可以从中了解更多 我们之前为什么设计这样的一个网络路径的一个背景 那么就ACK的数据面来说的话 DataPath V2的话也不是它的一个最终形态 我们还要有很多的提升空间 我们其实很高兴看到 就是Clim在1.16里面去正式的支持NetKit这样的一个设备 NetKit其实提供了一个更快的一个明明空间切换的一个能力 它可以让就是容器内流量更快的流出到节点上 那在先有的ACK的环境上 我们还是有Cruple Proxy部署在那边的 增加了我们部署的复杂度 我们未来也会考虑上Cruple Proxy replacement的完整的替换掉彻底的生效 又来替换掉Cruple Proxy 然后再来解换我们的部署 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随着网络功能发展 可能说这些网络功能下沉到硬件里面 会是一个数据面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形态 那么其实管理一个大规模的一个Clim的机群是不容易的 当你修改一个Namespace label的时候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无害的一个操作 但是可能会产生一些非常大的压力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case里面的话 我们修改了一个Namespace的一个label 其实是对ApnSource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这个大概在一个两千几点八万POD的一个规模上产生的 那这里就是要提到就是Clim现有的一个模式 它有两个主要的一个CRD去跟踪整个机群内的那些资源 不仅是跟踪POD的信息 还要做一些POD它做一些身份验证 那一个是Climandpoint简称CEP这个资源 它是用来跟踪一个POD的 那每一个容器网络的POD它都会有一个对应的资源生成出来 那这个和POD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比一了 那它里面会包含POD的label 然后包含Clim identity 那Clim identity的话是通过POD的label去生成出来的 如果你启用Nelopause Nelopause里面的话 如果你定义CIDR的话 CIDR也会生成一个对应的Clim identity 在里面记录下来 那Clim identity本身是只用在Nelopause这个功能上面的 用来标记这个身份 那么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Clim现在的这个两个资源的观察 而处理的情况 它是一个整个机群同时去共享的一个资源 所以说当你的agent就是做一个变更的时候 就是去更新了这个资源 这个所有的变更都会广播到所有的Clim的 所有的节点上 那这样其实就会产生一个巨大一个压力嘛 那么在阿里云上的话 其实我们做了一定的优化 来避免这种情况变更 变更情况产生的一个影响 我们提供了一种安需卧取的一个机制 我们在CEP这个资源里面去增加了节点维度的一个标签 当我们有必要做卧取的时候 才会去观察其他节点上 其他整个集群内的其他的资源 默认情况下的话 只需要关注自己节点的那个CEP资源 避免了这样一个全量更新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限制了这个Clim identity里面使用的那个label的数量 然后我们简化了CEP里面的一些定义 然后我们也没有把Pol的本身的label 去同步到CEP的标签里面去 最后的话我们还做了一些保护 在CubeAPI上面 限制了Clim的一些请求资源的一个数量 最终我们来保证这个集群的稳定性 那最后的产生结果 在做这样的一个变更的情况下 CubeAPI server的一个内存开销 降低了82.5% 那整体这样一个变更产生了一个影响 恢复的一个时间缩短了95% OK 下面把时间资议交给李一 谢谢博康的分享 我在这个地方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因为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Network Policy和Hubble 是在ACK就是阿里巴巴环境下 Turway和Clim都一起集成的 现在我会说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在阿里巴巴的环境下 完全是就是不使用Turway 只使用Clim 你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feature 我这个地方简单介绍两个 因为这两个是很多用户非常感兴趣的 第一个是Clim Network Policy Clim Network Policy是那个Cubernetes Network Policy的一个增强 然后左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面Clim Network Policy可以帮你指定说 我想让我的某个Pod只访问某一个FQDN 这是一个FQDN-based Network Policy 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Pod其实就只能访问API到Github.com 右面是一个HTTP-based Network Policy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Policy下 不只是说Pod之间可以互通 而且它可以规定Pod的 就是HTTP的 它可以有什么样的action 比如说这种 我只允许Pod做一个HTTP的get 在某一个pass上 然后也可以对header进行一定的匹配 第二个在云环境场景下 非常常见的是一个叫cluster mesh的东西 就是在Clim Network环境下 当你有多个cluster的话 你可以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在这种环境下 你可以看到 有两个非常常见的应用场景 第一个是说 可以实现更高级别的HA 比如说右边的cluster的backend 都已经挂掉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一个服务级别的切换 当右边的frontend 尝试访问backend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访问 左边那个cluster的backend 然后实现一个服务级别的HA 然后从右边可以看到 Clim Network Policy 在cluster mesh的角度下 你可以实现一个更精细化的 network policy的控制 你可以指定 比如说A级群的B服务 才能访问C集群的D服务 达到这个精细度 这是在公有云上非常常见的两个 常见的两个需求 然后我想给大家分享在这里 最后是说 因为我们clim刚发布了1.16 我挑出了几个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比较重点的有意思的feature 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刚才博康提到的netkit 然后进一步提高 网络的转发效率 然后让容器可以得到像主机一样的 那个延迟和throughput 第二个是很多用户关心的service mesh 然后从1.16开始 Clim开始支持Gateway API 1.1 然后做ingress的方向 与此同时开始支持Gateway API Gamma 这样的话你可以用Clim来控制你的东西向流量 还有其他是安全方面的 是有很多更多的关于Clim Network Network Policy的增强 如果你有更多兴趣 可以查看下面的这个链接 来了解更多1.16的功能 这就是我们的分享 下面是留给Q&A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 就是你要求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 是需求内核是要6.6以上 Linux内核要6.6以上才行 刚才可能我不知道就OK 在以前IPPI模式下是没有的 在那个现在Datapath V2这模式下的话 也只有一张网卡 就一个Vspad的网卡 独占模式吗 独占模式下的话会有两张网卡 一张是那个就是E&I那个网卡 还有一张就是Vspad那个网卡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你问的是 是Clim内部的Service Mesh 和Clim的Network Policy是吗 对 那个Service Mesh的流量的转发 是它通过Gateway API形式的 那种Gateway API其实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它更多的是流量的控制 但是更多的像这个地方 更多提供的是七层的 就是是管理 对吧 是管理是authorization 那个地方更多是流量的转发 如果你对应在 大家比较熟悉的网格产品的话 像Extio 它也是有authorization policy 和那个是在七层是流量的管理 然后也有Virtual Service和Destination Rule 来管理不同的流量 它所以是两个不同的API 对 我想说的是可能没有说清楚 就是Network Policy这个地面 是做的是授权嘛 授权 然后Gateway API Gamma那个地方 更多做的是流量的管理和转发 所以说它们一定会有一些 重合的地方 但是它们的目的是不同的 但背后的 背后其实都是envoy 对 所以可能是 有一些重复 让你产生一些困扰 但它们是有不同的目的的 那个七层的都是在envoy上做的 对 如果1.16的话 你部署Cلم 你会看到有一个单独的deployment 是envoy的 可能性不大 因为EBPF在内核下 其实 就是http协议在内核下 都是没有被解析的 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在内核下 它更多的是一项一个流 只是0101的流 要做解析很多东西 这个是内核 就是要很 有很多复杂度在里面 没有 这个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但是我也不是这一块的核心开发者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理解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这就是我们所有分享的内容了 谢谢大家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